《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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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什么呢 你倒是厉害呀 我出去一趟 既然搞这么些联子回来 这都什么季节了 下午我跟江副官出去 正好看到路边有个老婆婆 在卖帘子 正好你回来了 今天啊 我们就做帘子粥吃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老婆婆 在路边卖帘子啊 无论到了哪一刻啊 人总是要活着的 你这 你这 给我添乱呢 恰宝 光听你说话了 也就没看 那行 那有劳夫人 给我做碗莲子皮粥吧 行了行了 你这总司令的手 我可是真不敢再聊价了 你说我这忙活了半天 你一上来就给毁了一半 忙你的去 你不给我添乱 就算是帮我的忙了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 不像是在夸我呢 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前 回来想陪陪你 且过 你瞧瞧你 先我烦 先我烦是不是 你小点点 好了 你这有半天的假 赶紧处理一下公务 我这还忙着呢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件衣服 没有一天不穿在身上的 还没看你啊 好 恒静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北新城 守不住了 你要记得先一枪打死我 别说这些沮丧的话 你不想要 如果你要真下不去手呢 我也不为难你 咱们北新不是有条灵匠吗 我就学学三吕大夫去员 也去偷了匠算了 杭静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我真的特别希望 你能像从前一样 像那样恨着我 当初的我们 你骄傲 我倔强 于是我们两个 就生生地隔开了 如今一回头 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两个 竟错过了那么久